PDLED技術最先進的台廠 即將受惠蘋果的新品發表 哈囉大家好我是益聖 歡迎收看每週晚上10點整的益聖向前看 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在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們影片的上架通知 那在上一集節目呢 我們跟大家介紹了綠能產業 那當中呢以這個離岸風電與太陽能八電 會是未來綠能產業發展的重點 而相關的個股介紹 未來我們也會呢再做成節目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相關的一個節目內容 歡迎大家點擊右上方的資訊卡 就可以前往觀看 那至於呢今天這一集節目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面板產業 或者呢我們講的更精確一點 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ini LED的產業 影片的後半段 我們也會呢再跟大家提到 相關的一個個股 那就讓我們來開始 今天的 影片內容吧 影片版產業我們現階段最常聽到的 就是呢 傳統的 LCD 與 LED 那之後呢比較進階的 就有呢 OLED 與 Mini LED 那未來呢甚至還會有 Micro LED的出現 那至於呢他們之間的一些關係呢 我們來幫大家好好的介紹介紹 其實呢不管是最早期的 LCD 還是未來的 Micro LED 其實他們都是屬於 面板產業 只是呢他們所代表的是 顯示技術的進步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直接呢 先跟大家做一個 總結 那就是呢 顯示技術的進步 所追求的不外乎就是 四樣東西 更便宜 更輕薄 更潔能 與更好看 這四個重點 那在我們一般的生活當中呢 我們最常接觸到的 顯示技術 是 LCD 也就是呢 一金銀幕 那不管呢 各位觀眾朋友 你是在晚上 追 美劇 日劇 韓劇 還是呢你是熬夜 打報告 甚至你是呢邀約朋友 一起來打 線上遊戲 基本上呢都會是 LCD 液晶螢幕 為使用的大宗 而且呢在 LCD 顯示技術的基礎下 又可以再分為 三大面板的一個 材質 分別呢像是 TN IPS 與 VA 那這裡呢我們幫 大家呢簡單的列出 是三大面板材質的 優缺點就好 那時代在走 顯示技術當然也是要進步 那 LCD 的下一代顯示技術呢 就是 LED 那中文名稱呢是 發光二極體 大家可以先回頭看到這一張 LCD 面板的一個結構圖 我們可以看到 LCD 面板主要是由兩大區塊所組成 分別是液晶面板與 背光模組 那市面上呢所伴售的 LED 螢幕 其實呢有兩種的一個 解釋 一種呢就是他真的是用 LED 面板來顯示 那因為呢 LED 自己會發光 所以他不需要跟 LCD 一樣 需要這個背光模組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LED 會比 LCD 更加的省電 而且呢更加的輕薄 那 LED 螢幕的另外一種解釋是 其實呢 他這個 LED 螢幕 他還是用 LCD 的螢幕 只是呢 他把原本 LCD 的背光模組 改用為 LED 的背光模組 那到後來呢 這個下一代的顯示技術 OLED 誕生 他的中文名字是 有機發光二極體 跟這個 LED 相比呢 多了有機這兩個字 那這個 OLED 顯示技術的概念 其實呢早在 1987 年的時候 就有學者呢在論文上 發表 那後來被這個當時啊 非常知名的美國公司 柯達 他應用在他的產品 柯達相機身上 那之後呢 這間柯達公司呢 當然大家大概知道他的一些歷史啊 那後來當然宣佈 破產重整 那變成了一間賣藥公司 那也就是呢在這個時候啊 這個韓國的三星呢就用 1億美元的價格 買下了柯達公司的 OLED 的技術 並且呢在 2013 年 三星把這個 OLED 技術 應用在電視上 所以從此呢三星也就成為 全球 OLED 面板的霸主 那在當時呢 2016 年的時候 三星是全球唯一能夠大量生產 智慧型手機 OLED 面板的業者 市佔率呢高達 95% 那據說呢當時三星是通知蘋果 iPhone的 OLED 面板的訂單 不過呢今年3月即將推出的這個 iPhone SE 3 那一集啊我們有跟大家提到的 蘋果呢這家公司呢 他不喜歡被單一公司獨家供貨 那所以呢蘋果呢 從這個 2021 年開始呢 就替自家的 iPad Pro 與這個 MacBook 開始採用 所謂的 Mini LED 的技術 來對抗三星的 OLED 技術 那蘋果之所以會採用 Mini LED 來對抗 OLED 的原因 除了呢不想被 被三星掐死之外 不外乎啊 更便宜 更輕薄 更捷人 更好看 這四個呢 重點 那講到這個 Mini LED 的中文名稱啊 赤毫米發光二極體 而且呢 Mini LED 的技術是由我們台灣之前的公司 晶電所提出的 那經過呢 上面對 Mini LED 的簡單介紹 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 Mini LED 這個新的顯示技術 好像很厲害 但是呢 其實啊 這個 Mini LED 它並不是新的顯示技術 它只是傳統顯示技術 LCD 的改良版 真正新的技術是 Micro LED 那這個 Micro LED 的中文名稱是 微發光二極體 那這個 Micro LED 最大的特色 就是呢未來可以應用在 當下最夯的議題 元宇宙 像是呢要進入這個元宇宙的那些硬體裝置 包括 AR VR 啦 未來都可以看到 Micro LED 的身影 按照我們剛剛所講的 其實它只是呢 在整個面板未來的主流趨勢 Micro LED 還沒有大量生產 之前的一個 過渡技術 所以呢在這裡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比較一下 這個 Mini LED 與 Micro LED 這兩個顯示技術的差異 那基本上呢 這個 Micro LED 的精力 是比 Mini LED 更小 所以呢它在影像的呈現上 就會更細緻 而且呢這個 Micro LED 呢 它自己就會發光 當然也就會更省電 那在商用的部分呢 Mini LED 呢 預計在今年 2022 年 開始看到各大手機品牌 會採用 Mini LED 的技術 那至於呢技術難度更高的 也就是下個世代的主流 Micro LED 目前呢 是韓國三星公司 它領先業界 開始發表首款的 大概大到110吋的 Micro LED 的電視 當然它可以提供更好的解析度 清晰度與色彩還原的能力 不過呢這個 Micro LED 呢 現階段當然也被 會預為史上最強的顯示技術 只是呢目前它還沒有達到全面的商用化 那一般市場是預估啊 它要到2027年才有機會 看到呢 Micro LED 量產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現階段還有兩個要挑戰的 因素呢一個是在 巨量轉移 另外一個是在 成本的降低升上 各位要知道在成本的部分 像剛剛所講到這個三星首先推出的這個 110吋的 Micro LED 電視 一台 要價是1.7億 也就是要價大約台幣 400萬元 我想呢這應該不是一般人啊 現在呢 負擔得起的 好那麼呢以上就是我們對於整個面板產業當中顯示技術的一個 介紹與比較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進一步的來跟大家分享呢 是在公司的一個部分 首先呢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是 3714的 負財投控 這個負財投控呢 他在 成立之前呢 台灣的 Mini LED的技術呢 走在最前面的 就兩家公司 分別是這個 金電 與龍達 那這兩家公司呢 在 2020年的 6月18日 他們的股票 同時停牌 因為呢他們宣佈 要成立一家 新的控股公司 也就是今天 大家所看到的 3714的 負財控股 那金電呢他本身 當時呢是國內最大的 LED 雷晶片 與金力的製造商 那在下游的LED 封測領域呢 則是由當時 金電的 子公司 威天科技所負責 所以呢在整個佈局方面 他也算是相當的 完善 那至於另外一家 這個龍達 他也是呢 横跨了整個 金力的製造 與下游的封裝 只是呢他比金電呢 更專注在中油的一個模組製造 與下游的 封裝技術 並且當時的龍達他背後啊 是有這個 友達 與已經更名為這個 Worpspeed 這家 美國的大公司啊 有這兩大 股東 來做支持 因此呢在產品的銷售 與技術的發展上 都給當時呢 龍達很大的幫助 那在大家呢 還沒有成為一家人之前啊 其實金電跟龍達呢就已經各自在 miniLED市場上 已經展露頭角 像是金電他是透過合資的子公司 在2020年第四季 就開始出貨當時蘋果新一代的iPad Pro 與MacBook Pro的一個訂單 當時呢 預計是2020年miniLED產品 就可以為 金電帶來 高達8%的營收 而在龍達的部分呢全球首款搭載 miniLED螢幕的筆記型電腦 就是由龍達 與 維新共同推出 當時呢 預期是2020年miniLED 可以為龍達貢獻 6%的營收 那麼呢也就是這兩間 miniLED顯示技術啊 他們呢合併了 變成了一間 同整上 中下 都能夠一手包辦 的這一家 3714的 負財控股 所以呢當時的市場啊當然是相當看好 這一期的合併案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到 負財控股 最近的一個 雲運狀況 這個因為負財 是由金電與龍達 剛合併成立的新公司嘛 所以呢在營業項目上就會變得很雜 那這邊呢我們直接呢把負財的營收呢 分成三種 分別是呢傳統的 藍光 的一個部分呢約佔他營收的 五成左右 比例比較高 再來則是 紅光的部分 大約是佔兩成 最後則是Million 目前大約是佔 兩成到三成的一個 比重 這個負財呢這間公司呢 他很積極的在調整他的一個 產品的 組合 也就是說呢 他持續的 往 高毛利的產品來走 分別是呢屬於高階的紅光 與車用 以及 Million 這三大 區塊 那在Million 的產能的部分呢 負財從2021年的時候 一年大約是一百萬片的產能 提升到一年 是一百二十萬片 那來到今年2022年的 第二季 預估呢 這個Million LED的產能 可以增加到 一年一百五十萬片 那也正是因為如此 積極的擴產 所以呢 市場預估啊 這個Million LED呢 佔負財的營收比重 渴望從原本的 兩三成 提升到 三四成的一個水準 那市場呢 預估負財 在去年2021年的EPS 為3.76元 今年2022年的EPS 有機會成長到 4.55元 好 那最後呢 關於這個負財投控 有一點還可以再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說 2020年呢 第二季的時候因為 當時中國的三安官店 切入了三星 Million LED電視的供應鏈 而且呢又很積極的進行擴廠 所以呢當時市場就解讀說這個 三安官店有可能要切入 蘋果的 Million LED供應鏈 那當然呢就有可能會威脅到 當時 已經呢現有的供應商 例如 剛剛所提到的3714的 富財 或者是呢 其他的蘋果供應鏈 像是4958的真頂KY 6278的 台表科 不過呢雖然都是一樣 聽起來啊 都是Million LED 但是各位要知道蘋果的 Million LED 與三星的Million LED的技術是不一樣的 那蘋果所要求的規格更高 所以呢這個三安官店在當時2021年的第四季 並沒有順利的切入蘋果的Million LED供應鏈 那也就是說 在蘋果2022年 將要推出更多的Million LED的產品 像 台灣現有的 蘋果 Million LED供應鏈 有望 獨享 這整個強勁的一個 出貨 成長 那但是呢 我們也是要提醒各位啦 雖然三安官店呢 他在去年2021年沒有通過認證 所以呢台灣的廠商呢 還不需要啊 馬上面臨到一個比較 劇烈的競爭啦 但是呢這個三安官店加入蘋果 Million LED供應鏈的風險 依舊存在 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簡單的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今天的重點 首先呢第一點是 Million LED呢 算是未來主流技術 Micro LED的一個 過度的一個 技術產品 那再來呢 Million LED在今年 2022年 就會被大多數的手機品牌 所採用 而Micro LED的量產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 2027年 那接下來呢 則是今年2022年 台灣蘋果的一個 Million LED供應鏈 有機會 受惠於蘋果 Million LED相關產品的大量推出 但是呢 2023年就明年開始 中國的廠商 如同剛剛所講的 三安官店 是有機會切入到 蘋果的一個 Million LED供應鏈的 好那麼以上呢 這些呢就是今天 節目的一個 重點 當然呢 關於Million LED的廠商 還有很多啦 在台廠的部分 像是3527的聚基 6278的台表課 以及呢 Million LED的一個關鍵指標股 6706的惠特 之後有機會可能再幫大家呢 做更詳細的介紹 我們也順帶考考各位啊 剛剛所提到 這個6706的惠特 他有一個好朋友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呢 歡迎你 分享在影片的下方 那或者是呢 如果各位你有想要知道 Million LED 相關的一個概念股 也歡迎你留言在下方 讓我們知道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最後幫我們 按下訂閱 分享 來繼續支持 我們的影片 那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讓我們一起 繼續 向前看 我們的影片 別我們 還要 點 到了 我們 都 鈕 柱 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